1140L奶茶买一送一,来呀,来呀,有活动呀,新品奶茶,榴莲亲亲,浓浓的奶味中透着榴莲香,要看男朋友爱不爱你,喝一杯榴莲亲亲就可以试出来了。 1141L,这个狗贼,潜伏在群里偷创意,线线问奶茶店老板收创意费。 1142L,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,那买一条街的大哥应该告诉把奶茶店老板买下来。 1143L,从买奶茶店变成买人了是吗? 1144L奶茶买一送一,要什么创意费,蓝忘机手上有我们店的消费卡,不用花钱。 这不是怕他哥把我们店买下来吗?仅限蓝忘机和魏无线使用。 1145L,你这卑躬屈膝的家伙,你有点骨气,反抗他大哥。 1146L,楼上的,你不懂,真的,反抗不过,蓝家大哥真的会把一条街买下来。 1147L能买一条街的大哥,哥不在江湖,江湖仍有哥的传说,在线辟谣,不会买下一条街,因为很多没有商业价值。 1148L,哥,华贵。 1149L烤红薯小哥,突然被侮辱了,谁没有商业价值,我是卖烤红薯的小店,看不起烧红薯吗? 你弟弟可爱吃了。 哼,1150L,蓝忘机会吃这么接地气的东西。 我感觉他应该喝露水的那个仙人。 1151L,哈哈,红薯算素食吧。 1152L历史系才子,你们有没有想过,也许是魏无羡喜欢吃呢? 1153L,麻蛋,又被刺激了,想到蓝忘机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,来排队买这么接地气的东西,好气。 1154L,你气什么? 人家给男朋友买怎么了? 1155L,我反正觉得蓝忘机做男朋友满分,多体贴多好。 1156L烤红薯小哥,没有,蓝忘机不是一个人来排队,他是和男朋友一起来排队买。 买了俩人一人一半,站在我店门口吃,嘖嘖,我看看我女朋友吃红薯的吃相,再看看人家,我非常认真的指给他看,你能学一下人家吃东西的样子吗? 多好看。 我女朋友看了一眼说,那不是吃得好看,是人家长得好看。 好像真的,长得真好看啊。 我和我女朋友趴在柜台上看他俩吃红薯。 1157L,哈哈, 笑得头吊,两个可爱的小情侣,居然趴柜台上看人家吃红薯,就因为客人长得好看。 1158L,这有什么?我也愿意看,帅哥呀,流口水。 1159L,这是什么冬季练歌,两个小情侣没钱吃饭,喝着白雾站在路边吃红薯,吃完了牵着手回到狭小的出租屋,我脑补了一万字。 1160L,楼上的,你,给我插出去。 1161L,楼上的,我们这楼里所有人,加起来也没他们有钱好吗? 他不止哥哥能买一条街,他也能买。 你别瞎操心,他和魏无羡是因为穷吃不起饭来吃烤红薯,他们吃烤红薯,只有一个原因,绝对是魏无羡饭馋了。 1162L,能买一条街的大哥,我弟弟穷得没钱吃饭了,住出租屋。 我离开了一会,发生了什么,打个电话线。 1163L,大哥,都是误会,都是误会。 1164L,我好怕大哥半夜搞事情。 1165L,豪门大公子锦衣玉石,二公子露宿街头。 1166L,怎么还从住出租屋变成露宿街头了? 1167L,啊,刚进来,发生什么事了? 蓝旺鸡破产了。 1168L,这话传话,怎么到这个程度了? 我可以总算知道,谣言怎么来的。 1169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你们都说什么了? 大哥刚才到家里,直接给了一把房子钥匙给蓝湛,说,你没钱用,怎么不说? 最近干什么了? 卡里都没钱了。 我们一连猛,他说,这是学校对面的房,装修好的,连包不用拎都能入住,你们搬去那里住。 我们,嗯? 大哥再拿了一张卡给蓝湛,这张卡给你,别穷的只有吃烤红薯的钱都不告诉我。 我们,1170L,哈哈哈哈哈哈,好好笑,怎么办? 1171L,从天而降一套房,是怎么回事? 1180L,两个弟弟一联盟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天降一套房。 1181L,只不过吃了个烤红薯,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。 1182L,我好喜欢这样的大哥,给我来一个吧。 1183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我爬了下楼,看了看你们说什么,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1183L,我看他们俩兄弟都各自在状态外,还是我来掌控大局吧,我把卡核钥匙还给大哥。 1183L,我,大哥,蓝湛是老师,这是他的宿舍,我们俩有宿舍主,不可能露宿街头,你别操心。 1183L,而且,住学校又安全,蓝湛上课也方便,我们没打算搬出去。 1183L,大哥,那你们俩也要用钱啊,没钱怎么不吭声。 1183L,我,我没有钱啊,我刚收到上一单设计稿的钱,有这么多哦,所以请蓝湛吃烤红薯庆祝。 1183L,我笔划了一个六字,想想,怕以后一点私房钱没有,把手指笔划变成五,嗯,五位数,差不多了。 1183L,大哥,这么少。 1183L,what,侮辱我,几万块还少吗? 1183L,真是不识人间烟火,一杯奶茶二十块,我都能买几千杯了好吗? 1183L,蓝湛说,我们俩不花什么钱,最多不过吃个宵夜,吃个奶茶什么的。 1183L,我点头,没错,我们都是小消费,把钱都存下来结婚。 1183L,大哥,靠你们俩存钱结婚? 1183L,一个当老师拿点薪水,一个靠设计赚钱,算了,结婚的事不用你们操心,你们出人就行。 别的大哥来负责。 不是啊,大佬,结婚是我们俩不是你啊,你管我们呢。 1184L,我好想有人管我住了,管我吃什么,管我结婚生孩子。 1185L,这个真可以有,这是真大佬啊。 1186L,好的男朋友,好的大哥,都是别人家的。 我看看我大哥,正在抢我的零食,骗我的红包去买烤串,真是人比人,气死人。 1187L,哦,这样比,我男朋友和我吃宵夜,最后一串烤鸡翅,还要剪刀石头部,从来没想过让我一下,吃着满嘴流油,还得意地说,胜者为王。 我看他是要上天。 1188L,拥有同款气死人男友的走过,就是做游戏从来不让我,吃东西从来要抢赢。 吵架都要吵赢的男朋友,说多了心好累,要不要分手。 在线等,急。 1189L,今晚是不是会有一群被分手的男人,哈哈。 1190L,为无限这个小机灵鬼,赚了六位数,比个五,还只请男朋友吃烤红薯,这个小财迷,哈哈。 1191L,突然想起最开始线线要赚蓝旺鸡,伙食费的事,算盘打得啪啪响,结果连人都赔给人家了。 这亏本生意做的呀,嘖嘖。 1192L,他这个小机灵鬼才不吃亏呢,蓝旺鸡多有钱啊,还有个大哥送房送卡送一切。 1193L,在这楼里,我简直爱上了大哥。 1194L,能买一条街的大哥,别爱我,没结果,墨镜一戴,哥谁也不爱。 1195L,哈哈哈哈,不至于,大哥,真的不至于,还要声明一下,哈哈。 楼上的爱情小火苗一秒破灭。 1196L,大哥,说下你心目中的那个他,或他,我们觉得,我们是可以的。 1196L,排队候选,哥,我是小哥哥,乖且帅且萌。 1197L,排队候选加一千,哥哥,我是MM,漂亮温柔听话,喜欢吃宵夜,且吃得不多,可以带嫁妆。 1198L,我嫁妆半条街。 1199L,我嫁妆一条街。 1200L,嗯?我进错贴了吗?怎么还拼上嫁妆了?